12月6日中午 杭州富阳城东派出所接到群众报警 说自己的哥哥因为在工地作业受了伤 准备回江苏严城老家 但是从两天前就联系不上哥哥了 希望民警来帮忙 原来报警人的哥哥王先生 因为在工地上作业受伤 12月3日早上的时候 离开了工地 准备回江苏严城 可是从12月4日开始 电话就无法联系上他 接警后 民警立即赶到王先生原先务工的工地了解情况 据了解 王先生是自己收拾行李离开的工地 工友们也不知道他的去向 就在寻找陷入僵局的时候 忽然有人报警 说在傅春江第一大桥的机动车道上 有人逆向行走 民警立即调取现场公共视频 发现此人正是王先生 于是他们立即赶赴现场 将其拦下 原来王先生 原来王先生离开工地后准备先去找富阳当地的朋友 结果迷了路 手机也没电了 身上也没有多少钱 只能自己一路漫无目的地走着 随后 民警带着王先生和从江苏严城赶来的家人会合 12月7日 王先生的家属为了表示感谢 给派出所民警送来了一份巨幅感谢信 民警及时搜寻 帮他们找到了王先生 避免了意外发生 记者王延渊 编辑报道